今天的娱乐焦点一定锁定在他身上 那就是金曲歌王周杰伦 还记得吗 他原本说呢 在1月18号 也就是今天要跟昆凌结婚 但其实呢 他已经早一步 在昨天呢 在英国的约克郡教堂 已经是完婚了 当时青年见证的 总共是有50名的亲友 结婚婚之后 他们跑到300年历史的霍华的古堡 这边参加婚后派对 台湾时间17号晚上11点半 周杰伦与昆凌在英国约克郡的小教堂 举行世纪婚礼 在牧师与亲友的见证下 两人交换婚戒与誓言 昆凌感动落泪 周斗妍感性表示 谢谢大家的祝福 过程就像电影情节 献杀所有人 对的人 对的时机一样 并不是说以前遇的不对 因为不能这样说 对 那我觉得对的时机很重要 对 而且相处过后 这件事情更重要 两人交往四年修成正果 去年十月为了拍摄婚纱照 周董带着昆凌欧洲走透透 德国天鹅宝 杰克查理大乔和法国巴黎 全都入境 两人的婚纱照看起来 就像是部爱情文艺片 婚礼细节和场地都保密到家 不过网友还是当起键盘柯南 查到婚后派对地点 就在霍华的古堡举办 巴洛克市的古典建筑 已经有三百年历史 传闻一个晚上的场地费 就将近台币二十万 而这一回周董婚礼 大约有五十名亲友参加 错估整场婚礼包括婚纱 等花了将近新台币两千三百万元 堪称台湾艺人史上最豪奢 不愧是王子与公主的世界浪漫婚礼 记者维珍台北报道